大家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的话可以在那个问题的地方 给我打一个一呀 或者随便打一个什么字 好的我们还有再等两分钟吧 现在看到有朋友陆陆续续进来 然后我们这个 我先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广告的这个PPT share在这里 因为我们下个星期三会有一个很大型的线上讲座 是邀请了戴若顾比 然后呢我在这里放了我们这个报名二维码 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先扫个码 或者说拍个照什么的 好的大家都能看到都能听到好的 我们这个下周三的这个戴若顾比先生的讲座 会跟大家分享啊 我们这个A股和美股的选择 然后还有我们包括澳股的一些看法吧 然后他最重要是他还会给大家推荐这个未来六个月最有潜力的产品列表 所以是必看啊 我觉得是必看 因为他是全球的十大这个技术分析师嘛 很著名的交易员 我们去年也请过他来做讲座 座物虚席 那现在是线上嘛 所以说大家也是可以通过这个 还是通过我们GoToWebinar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软件 我们就下周三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那是因为是另外一个课程嘛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新的这个扫 这个扫的码报名的 好那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网课 那欢迎大家来看我们这个GoMarkets7月28号 今天星期二的网课 我是Banessa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 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 就是交易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那然后呢 我们这次的这个课程的所有内容和观点 都是一般性的建议 一般性建议指的就是 我们在给出我们看法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考虑您个人的经济状况 财政目标还有您的需求的 所以不是个人建议 是一般性的建议 重点提示 那公司呢 相信基本上参加我们网课的大多数朋友 都已经对我们公司有一定了解 那还是简单说一下 GoMarkets成立于198年 总部在墨尔本 那在悉尼上海 然后迪拜伦敦台湾都有分布 然后我们的这个金融牌照 是手严格监管的 那我们可以交易的产品 股票外汇指数黄金石油数字货币等等等等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中英文电话服务 墨尔本中文直线0386580603 那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我是Vanessa 然后中文名是林雨薇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已经认识我了 我们可能 经常可能会在微信上面跟我互动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的两个小助手的号 是我在管理 然后呢 也有时候会去做一下3CW的广播 然后有这个看我们YouTube频道的朋友 可能也在YouTube上看到过我做的这个财经视频 还有包括这个左小角截图的一部分 这个我写的股评报告 我们的这个VIP客户 经常可以向我们领取到的这个股评报告 发布人Vanessa 那我是 Monash的Master of Banking Finance毕业的 然后呢 跟Jacky和Joy是校友啊 跟Jacky是一个专业 Jacky他 但他比我早毕业两年 他是我这个学长吧算是 他毕业的时候 我才刚去念书 完美的错过 然后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加入了GoMarket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 给大家分享三个板块啊 今天第一个呢 是说我们错过了特斯拉 还有什么概念可以去投资 那最近特斯拉的暴涨 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啊 那有的朋友就说 哎这个特斯拉这个股价涨太高了啊 那我还有没有一些别的领域 那除了电动车这以外的 有什么概念去可以投资 那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领域啊 就是云计算 等一下我们详细说 那第二部分呢 是财报 因为想到八月是澳洲的财报季嘛 所以说会有很多很多的上市公司 陆陆续续就是出财报 而且是年报啊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怎么样去看一个公司的财报 而且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看它的财报 来分析说这个公司 它到底有没有进行财务操纵 它的财报的水分有多少 它值不值得我们去投资 那会告诉大家两个小技巧 一个简单一点的技巧 还有一个呢 是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模型啊 第三个呢 就是因为我刚刚开始之前给大家讲的嘛 这个我们戴若顾比先生会在下周三的时候 给我们做这个讲座 那戴若顾比先生呢 他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些技巧 然后呢会跟大家讲一下顾比均线的使用 以前我们是有讲过的 但是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是不会用 那就说趁着他来之前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会的朋友可以再复习一下 不会的朋友我们学习一下怎么用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话题啊 错过了特斯拉的暴涨 那大家如果说有关注美股的朋友 或者说哪怕你不关注美股 你应该都是可以看到特斯拉从去年年底的 这个股价两三百美元 一路涨到了 我看昨天 昨天晚上 今天早上美股收盘价 1539啊 就是七倍多的那么一个暴涨吧 可以说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大概10月份的时候吧 我刚来的时候 我又写过一个特斯拉的这个股评的报告啊 当时特斯拉的股价是300美元左右 那那个时候呢 我是觉得特斯拉当时 它是没有实现过全年的盈利的 它可能实现了一些季度上的 某个季度是盈利 但它还没有实现全年的盈利嘛 那当时我在报告里说 我说等到特斯拉 它如果能够实现这个全年的盈利啊 那它的这个股价的增长 应该是很有动力的 那后面大家也就就不说了 它长成什么样子 大家也都有关注 那虽然也是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那现在也是啊 这个1539美元一股啊 很贵的一个价格 那如果说你觉得 我已经错过了特斯拉的这么一个暴涨 我错过了电动汽车 那我还能去做些什么 或者说我还能去关注什么 那为什么我们说电动汽车 或者说特斯拉的这个自动下驶啊 它能够让特斯拉的这个股价 一路这么飙升 其实特斯拉它现在的这个 不管说是业绩啊 还是说它的产量 其实从这方面来看是 应该说是没有很足够的理由 去支撑它股价 这么一个700%的上涨 那为什么它还是能够涨 而且大家是愿意去相信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们觉得 不管是不仅是我们 还是这个世界 它觉得电动汽车还有包括自动驾驶 它是一个可以改变人们 未来生活方式的东西 它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对不对 那就像是我们 以前我们人类用马车 后来我们用那个蒸汽的火车 再后来我们用汽车 那再后来发展到电动汽车 甚至是自动驾驶 这是一个可以发展的 而且特斯拉也已经做到了的 那么一件事情 然后未来会很广阔 那另外一个我认为还可以改变 人们未来生活方式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云计算 那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云计算啊 没有什么概念 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是很懂啊 什么叫云计算 一谈到这些 这些东西数据啊 计算啊 然后还有什么IT啊 互联网 我也是有点晕啊 所以说我去做了一些功课 那什么是云计算呢 云计算 其实它就是互联网提供的这么一个计算服务 它的重点是计算 那可以包括的服务类型 比如说有服务器 数据存储 软件服务 数据分析和智能运算等等 那其实它本质上来说 就是说通过云计算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上啊 很多很多的计算资源给集合起来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需要人参与的部分是很少的 那这个资源就能够被快速的提供 那换句话来说 就是说计算能力 或者说是数据的处理 它可以作为一种商品 去这个互联网上流通 那使用者呢 它就是像是我们使用自来水一样 我们可以想用的时候 我们就打开水管用一点 我们想使用这个云计算提供的 这个数据处理能力的时候 我们打开水管介绍 而且不限量 那你不想用了 你把水关掉 那只需要按照你所用的这个量啊 你把这个钱付给自来水厂 或者说付给我们这个云计算的提供商就可以 那你把这个钱付给自来水厂 那它的核心概念就是以互联网为中心啊 然后快速安全的提供服务数据储存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啊 可能大家觉得我这么讲 还是有一些模糊啊 就是不具象 那其实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百度云 或者说是这个苹果有iCloud 那其实百度云就是大家通过那个软件嘛 大家有时候可能在上面啊 下载一些那个什么文档啊 什么东西的 那他其实就是提供了某种云的服务 那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买手机 我们说哎这个手机内存买太小了 怎么办 我的这个照片都存不下了 那你想象说如果说以后 或者说现在其实也已经有了 这是不那么普及 有一个这么云计算的提供商 你可以把你的所有东西内存 你所需要存储的数据 数据全部传到云端 然后你想要的时候直接就下载 那其实因为我们有5G的普及嘛 以后网速会越来越快 其实到了最后 你是感受不到那个下载的过程的 你只需要把它打开 不需要的时候你把它关上就行了 那你不用再去担心 我的内存空间不够 我电脑的硬盘不够 或者说是我手机的这个内存不够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云计算 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来说啊 影响比较大的那么一个地方 看一下这个 那左边就是我们传统的机房 那其实对于公司来说 特别是一个需要数据运算量 特别大的公司 举个例子物流公司 如果说他每天面对成千上万 上十万百万千万的订单量 他其实传统来说 他是需要一个机房的 因为他需要巨量的数据的运算 然后而且还有可能随着你公司的扩建 你要去扩建你的机房 而这个扩建的过程 他一定是需要时间 需要金钱的 那云计算呢 我们之前说过 他的核心是可以把很多的计算器资源 都协调在一起 我们不用去建立一个真实的机房 我们不用去自己去花很多钱 去买电脑买主机 对不对 我们直接就是需要的时候 我只要打开那个开关 我就能够使用到 云数据可以提供的数据处理 然后数据储存 运算等等的能力 而且这个资源 它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 而且相对低廉 因为你不用去购买那些个设备 所以他最大的关键词 就是快速和弹性 所以我说这个云计算 它一定是可以改变我们未来生活方式的 那我之前看那个网上一博主 他说我们去看未来什么行业 他能够发展 或者说能够快速的崛起 其实四个字 四个关键字 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就是把握未来 把握和未来都是一定要有的 那如果说我们只有把握 没有未来 那可能就像是当年的诺基亚 对不对 你没有未来嘛 那可能你就会慢慢的被时代淘汰 那如果你只有未来 你把握不了 那很有可能它是一个泡沫 那其实在我看来 云计算它就是可以做到 这么一个事情 这么四个字的那么一个领域 可以把握未来 而且云计算它其实并不是 刚出现的一个新的产物 它其实已经出现很多年了 是被时间证实过的 只是还没有大规模的普及 所以说我觉得云计算 如果说你错过了特斯拉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云计算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投资这个云计算的公司 我没有什么选择 那目前做的最大的 就是第一个是亚马逊的AWS 它是市场占有率最大的 在云计算的方面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一个服务商 然后第二是微软的Azure 然后第三是Google的这个Google Cloud Platform 然后第四阿里云其实不是第四啊 因为只是我们自己比较熟悉嘛 而且它是在云计算方面快速崛起的那么一个公司 那又是中国的公司 所以说我把它提出来讲一下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亚马逊 它的这个AWS 它的云计算的这个 这个服务的收入啊 可以我们看到2013年的时候 一直到2019年 这是短短的五年 不是五年还是六年 六七年吧 然后它的收入是翻了十倍啊 2013年的时候是31亿美元的收入 那2019年的时候是350亿美元的收入 可以我们是可以从它的这个云计算的收入 看得到这个这个行业是在快速的崛起的 而且这个我多提一句啊 这个亚马逊它的这个云计算业务给它带来的收入呢 其实大概我印象里占了这个公司的收入的是百分之十几吧 可能不到百分之十五 那其实你如果去看一些投行啊 他们对亚马逊的云计算的这一块服务 如果说把它拆分出来估值啊 就是说因为它没有拆分上市啊 如果他们但是他们会去做这个AWS拆分的估值 它的这个拆分的估值啊 是占了亚马逊市值的 应该是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或者是百分之四十左右的 所以说也是证明说这个 这些投行这些机构 他们对于云计算 这个服务在未来 一个趋势上的肯定 但是这个亚马逊股价可能有点太高了呀 三千零五十五一股啊 现在是 那可能投资者也是觉得 哎呀这个好贵啊 对不对 我买一百股的这个亚马逊的股票 啊这个三十多万美元 啊四四十多万澳元 那我可以在墨尔本City买套公寓了啊 觉得啊就是这个投入有点太高了 所以说没关系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 比如说啊 微软微软的Ager 那微软的Ager呢 它的市场占有率 其实也是啊 仅次于亚马逊之后的 我们可以看这边这个图啊 这个啊红色柱子呢 是亚马逊的这个云计算服务的收入 那Ager呢 是这个灰色的柱子 啊然后也是在成一个上涨的趋势的 只是市场占有率 呃这个可能是暂时没有呃这个AWS这么高 那这个更低一些的这个蓝色柱子呢 是呃Google的Google的Cloud Google Cloud Platform 那它市场占有率更低一些 呃所以其实如果说要在呃 你要想要去投资云计算这个概念的话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呃Microsoft 主要的这个服务的区域是在亚太地区 啊这么多 然后呃阿里巴巴Cloud 然后就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们是可以看到呃这一条啊阿里巴巴 他现在使用的这个呃他们做的一个这个这个调查 还是什么样子 去呃使用阿里巴巴阿里云的那么一个客呃这个这个占比 只有3%那正在测试的6%那要打算去用的呢有8%就这个8%是已经超过了AWS 所以说我们是可以看到阿里云的呃那么一个增长的潜力是在的 那你如果去看阿里云的这个不是阿里云阿里巴巴的财报 你可以看到就是阿里云的这一块的服务给集团带来的收入增长是非常可观的 我记得呃前一年应该是80%多 然后去年到今年应该是有64%的那么一个增长力 那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觉得哎我要投资 你就算但是呢呃亚马逊太贵了 那你不妨考虑呃这这两个公司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好我们说完这个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啊 我们看未来看完了我们现在来看看现在啊 那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8月份的时候 澳洲财报季来临了我们作为投资者 我们要去识别这些公司他们财报有没有进行财务操纵 他们这个财报里面有多少呃水分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串数字吗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他们公司真正的去看他们的这个业务的运营的 那其实我们只能说通过他们这一个一个的数字啊 他们财报公布的这个数据我们去识别他有没有进行财务操纵 那叫做啊这个偷税漏税对不对 那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财务造假啊过了头的话 那你就是呃叫什么财务操纵过了头那就是财务造假了 哎我看到有人说听不到声音大家听到声音吗 听到声音给我给我呃打一个一好不好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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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看到了啊 那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去看这个企业是否进行的财务操纵啊 常见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我给大家列举出来 第一通过非营业活动去提高净利润 什么意思呢 那一个公司他的营业活动啊所带来的利润 那我们是很很直观的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我一个做啊 做食品的公司吧 那我营业活动那就是我去卖这个食品吗 那非营业活动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去出售我的资产 那比如说我有一块地那地不错啊 我前两年买的今年升值了 然后这个地变贵了 然后我去卖这个地然后呃赚了钱吗 那我可以把这个卖地赚的钱进入我的净利润 那这是我的营业活动吗 呃不是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手段 第二个呢是虚假销售提前确认销售 那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公司 他去卖东西啊 或说他去进行这个经营 他很很多很多时候他都不是马上收到钱的 对不对 我们呃比如说公司他去卖的东西 有可能这个买家他会承诺你30天以后 60天以后再去付你钱吗 所以说呢呃这个时候呢 那其实呃他们就可以通过一个提前确认销售的方式 他就说哎这个这个东西我还没有卖出去 但是我以后可能会卖出去 那我先把这一笔销售给确认了 或者说哪怕说是我去造一个假的虚假的销售 我让我朋友过来买对不对 那这也是一个方式 还有就是对于已经发生的费用或损失推迟 推迟确认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公司的income 他等于什么 他等于收入减去支出 那其实本质上来说呃一个公司 他去提升自己利润的方式 他去操纵提升自己利润的方式 要么收入让收入提高 要么让这个费用减少对不对 那我们对于他对于一些已经发生费用 去去推迟确认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去确认他 都可以达到一个提升income 提升呃公司利润的那么一个结果 好所以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具体要怎么去操作他 具体我们怎么样子去看这个公司 有没有进行财务操纵 入门级别 给大家提供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我们去看着公司的现金流 operating cash flow啊 经营现金流 营业现金流 去对比什么呢 去对比他的净利润 那因为我们我刚刚提到啊 这个公司 现在公司他很少 或者说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 这种情况他不多了 他所以说他现在公司 他现在有很多非现金的收入 非现金的支出 而这些非现金的收入和支出都是有非常大的操作空间的 而且是可以比较主 有关的去呃做的 比如说 呃像是资资产的升值啊 我刚刚之前去举了一个例子嘛 比如说我去买了一块地 我那个地呢 前年买成一个亿 今年我说这个地升值了涨到了1.2个亿 然后我说这个这个这个资产升值的这个部分 可以记住我的income 我赚了两千万 那我也有可能说我这个资产他啊 升值了变成了1.3个亿 那我就赚了三千万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 但还有一个就是资产的贬值 比如说我买了设备 那设备他每一年都存在一些贬值嘛 那所有公司他都会把这个资产的贬值 寄一个折旧 depreciation啊 然后这个折旧啊 他是 他是要寄到公司的支出的expense 那如果说我把我的这个折旧 我通过主观的一些手法啊 我让我的公司的这个折旧变低了 那可能就是我的支出就变少 支出变少呢 那我的这个公司的利润相应来说 看起来就高了 那说了这么多啊 这个非现金的收入 我们有这么这么多种的方式去调整他 但是我们公司啊 他不可以去调整的是什么 那就是现金流了 因为这个钱 你这个公司收了多少钱 你付了多少钱 这个是就是一笔一笔的记录的 所以这是非常难以操纵的 所以说我们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直接去对比这个不能被操纵的现金流 和这个可以被操纵的net income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公司 他的财务方面到底有没有水分 举个例子啊 说这么多 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去看了 BHP和WorldWolf 15年到19财年的这个 现金流 operating cash flow和net income的一个对比 我把它收集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两个公司 他们的啊 营业现金流 都是高于他们的net income的 看到没有 都是这个蓝色的现金流 这个橙色的现实net income 他是现金流 他意思就是说 这个公司他每年通过经营市场所收到的钱呀 比他的这个净利润都更高 这是很很健康的一件事情啊 而且这个营业现金流和净利润 他们是成一个正比关系的啊 他们会同时下降 同时上升啊 这两个大公司 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反面教材 这反面教材呢 叫做F&P 啊 我一我一把它找出来 我自己都震惊了 那怎么怎么这么奇葩 首先这个他公司的这个net income 是高于他们的公司的operating cash flow 高于他们公司的这个营业现金流的 而且在2015年的时候 特别夸张 他们的啊 这个operating cash flow只有600万 净利润6200万 就他他经营收到的现金流 还没有他净利润的十分之一 然后呢 啊就开始胡乱走一通 然后也不是成正比关系 然后现金流又比净利润要高 那18年到19年的时候也很奇葩 那他的18年到19年 我们看到他的公司 公司的这个净利润是上涨的 然后现金流 经营现金流变成了负数 所以说这个我这就是我就当时还挺正经的 那这个公司F&P就是那个做卖片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超市买过 我我我买过啊也不太好吃 然后就是这个freedom freedom freedom food 然后所以说这件事情 他后面呢我们又看到有个新闻什么新闻呢 就是说这个公司啊 他6月底的时候 他在仓库发现了大量的过期的库存 那些库存都已经过期了 而且那过期库存有价值6000万澳元 大家都是这个 这个 这些东西如果说他过期了还放在那里 他要做一个库存的减计的 这个减计会让他的资产下降很多 而且这这一部分会计入支出的 我们看到他2019年 他收入才不到2000万 他这个做资产减计要有6000万澳元 这个很夸张的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他们 后来呢就是说他有公司有披露问题 会计违规 然后紧接着CEO CFO离职 26月底的时候就停牌了 也交易不了了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就是说 一个公司他我们是可以从他的这个财务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司他健不健康 他值不值得我们去投资 值不值得我们去选择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初级的这么一个入门的方式 判断企业的现金流和营业利润 去看这些公司财报有没有水分 那第二个是进阶版 进阶版是一个模型 是这个教授 Bernish这个教授 他设计的一个模型 他是美国顶尖的商学院 凯利商学院的教授 他设计了这个 这个Bernish这个模型 而且还有这么一个研究成果 然后呢 看一下他是怎么用的 他是给出了八个指标 八个指标 我列在这里了 大家不用去记 不用去记他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那我们所需要的数据也是非常的简单 这些所需要的数据我列在这边 全部都是我们从公司公开的年报里可以拿到的数据 我们去网上一搜 这些数据都会搜到的 那我们只需要找到这个公司 本期这一期和上一期的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通过他的这个模型呢 那我们就可以去看着公司 他的财务操纵的水分有多大 他的财务操纵的可能性有多大 那大家这里再复习一下 常见财务操纵方式 非营业活动 虚假销售 然后以发生费用的损失或者推迟确认 我们我会带大家过一下这些指数 因为这些指数就是说 他他不要觉得很麻烦很复杂 因为我们去看财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去看 那第一个呢 是这个应收账款指数 应收账款指数 他看的是什么呢 他看的是我们公司应该收的 accounts receivable 占销售的比例 如果说一个公司啊 他的这个应收账款 占销售的比例 有了突然的增长的话 说明这个公司 他可能会 可能是在为了美化营收 而去做很多的信用销售 因为一般来说应收账款 他占销售额的比例 是比较稳定的 比如说我这个公司 我今年卖一千万的东西 那这一千万里面可能有五百万 我收的是现金 那另外五百万 我是做的这个信用销售客户 一段时间之后再给我钱 那如果说我到了明年 我说我收入是两千万 那这两千万里面 有一千八百万都是信用销售 那我只收了两百万的现金 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有问题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指标 第二指标是毛利率指数 他看的是这个公司 他的这个毛利率 如果说毛利率下降了 那说明公司 他的盈利能力 是在走下坡路的 这个很好理解 那这个第三个是资产的质量指数 如果说这个公式算出来 指数大于一 大于一 说明公司的资产质量出现下降 那因为之前我也提到过 有些公司他可能会通过去 卖掉自己的一些资产 来美化自己的这个利润 那如果说我把我的一些优质的资产 给卖掉 然后只是为了让我公司的利润 看起来更好一些 那这样子就很有可能说明你 可能进行了一定的财务操纵 对不对 那还有这个是营业收入的指数 如果说公司他的营业收入 有很高的增幅突然有很高的增幅 说明公司有更高的可能在进行财务操纵 我今年我去年营收100万 今年营收一个月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大家都会有问号 然后下一个是折旧率 折旧率如果说公司的折旧率下降了 那说明这公司他可能是为了让 这个利润看起来高一点而修改折旧方式 我之前提到过折旧 这个或者说是资产的贬值 在公司的财报中是基于这个支出的 那我只要想办法让我的这个支出变少 我去修改一个折旧的计算方式 而这个折旧的计算方式 其实在公司来说 就是他们在做财报的时候 他们在会计方式当中 他们是有很高的这么一个灵活性的 公司都有自己的做折旧的那么一套标准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指标 那我们去判断这个公司的折旧率 有没有很大的改变 有没有很大的降低 那也可以判断出这个公司 他有没有进行财务操纵 下一个是销售管理费用 就是说这些个费用 它不是收入的成本 它是一些别的管理 然后什么销售 还有什么营销 什么的这么一些费用 如果说这些费用 它占收入的比例 突然增加到很高 那说明这个公司 它可能在财务上 并没有在成本控制上 会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并没有做很好的成本的控制 那下一个是杠杆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公司杠杆指数越高 那财务风险越大 这个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一个是英计系数 他看的是利润和现金流的差额 那其实这个就是回到我 跟大家最开始讲的这个入门版 我们去看这个公司的现金流和营业利润 我们就是去看现金流和他这个利润的这么一个差额 这是财务操纵的重要指标 总共的就是这么八个指标 八个指标那八个系数 然后这个模型呢会把这 这里啊这里这八个指标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之前 收收集到的这些公司的财务的数据 我们可以算出这八个指数 那这八个指数呢啊 又可以通过这么一个公式算出一个M值 大家不用去记着公式啊 我只是把它写下来 算出了一个M值 这个M值就是我们最终想要得到的东西 因为这个M值它可以给我们结论 结论是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M值是大于负的2.22的 那这个公司它有可能就进行了财务操纵 那如果这个M值大于负的1.78 这个公司是有很大可能进行了财务操纵 就是这张图啊 啊就是如果说这公司 它的这个M值小于负2.2 最少了少了一个负号 小于负2.22 那就是说unlikely 就是不太可能 这个公司进行了财务操纵 它做得很好 那如果说是在负2.22到负的1.78 这个中间 那我们就可以去 想这个公司是不是进行了财务操纵 或者说有可能进行了财务操纵 那如果说它这个值比负的1.78都更大的话 那它这个公司做财务操纵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然后举几个例子啊 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F&P 我刚刚说它的这个现金流和净利润 看起来特别妖娆的这个公司 那我把他公司的这些财务数据查出来了啊 然后带到我们的这个 呃 Burnish模型里面 然后算了一下 它的M score是负的2.06 那刚刚我们提到如果M值大于负的2.2 说明这个公司可能就进行了财务操纵 那就是说我们从现金流的那个维度来看 这个公司它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我们从这8个指标来看的话 那这个公司它也是可能进行了财务操纵的 所以说这也再次印证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进阶版的方式啊 就是呃 现金流和净利润的对比 那下一个公司 呃 我又找了一个公司啊 把他们的这个营收啊 什么什么什么财务呃 数据找了出来18年和19年的 然后算出了这个呃 M值 它是负2.36 小于负2.22的啊 说明这个公司呢 呃 至少从Burnish这个模型来看 它的财务是 啊财务操纵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啊 看一下这个公司 我我没有跟告诉大家是哪个公司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哪个公司啊 啊 看一下2019年的营收 呃 442亿 443亿 哪个公司营收这么高 然后它的营业现金流 178亿 179亿 这么高 大家有没有感觉是 会是哪个公司 啊 啊有朋友已经给出答案了啊 对就是BHP啊 这是BHP 所以说像这种一般来说啊 我是觉得像这种很大的公司 它的营收或者说利润现金流都已经稳定了的情况下 它其实是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财务操纵这件事情的 对它来说呃 风险比较高嘛 它好好的做自己的生意就行了 对的 BHP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公司啊 这公司是我另外找了一个公司 呃 它的营收呢 呃 2.6个亿 然后 啊 经过一算 一番计算 然后它的这个M值算出来是负的1.03 那我们之前的结论说什么 M值如果是大于负的1.78 说明这个公司有很大可能进行了财务操纵 那这个很大可能进行财务操纵的公司 我也没有打出来是哪个公司 大家也可以猜一下 到底是哪个公司 呃 它的 我可以看一下2019年到2018年 它的这个营收 呃 翻了快一番 呃 这个现金流呢 负的更厉害了 呃 很熟悉的公司了 其实是 营收翻了一倍 然后 这个 亏的更厉害了 现金流付的更多了 这么不好猜吗 不是的 不是咖啡公司 啊 已经有有好几个朋友说对了 是after pay 对其实就是after pay 所以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结果我还蛮生气的 我说哎怎么能这样子呢 因为就是市场那么看好你对不对 就是大家给你一个不赚钱的公司这么多的信任 然后呢我算出这个模型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就是觉得不尽如人意吧 但是呢还是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这个财务操纵不等于财务造假 那我们从这个模型里面给的数据呢 它不是一个判断的证据啊 它只是一个技术指标 那我们也不能拿着这个数据说 哎你这个算出来这么这么这个数值有问题啊 那你是不是就是做了很大的财务操纵 那也不是 只是说我们作为投资者 呃心里有数 那呃等一下吧 等如果说大家 就是呃有一些呃别的想看的公司啊 可以等一下留个言 我们把后面的内容讲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哦有同有朋友说 他说不同行业财务方面不太一样啊 这个模型有问题 但是这个呃确实是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们就是说做这个模型的 这个教授他也没有办法说 做到给每个行业都设计一个模型 只是general的来看一下 对不对 我们我们也只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工具嘛 对不对 就像我们最简单的去看公司的现金流和净利润一样 那你也不能说哦 我每个公司这个营业模式不一样 因为我们只是想要快速的在财报季来临的时候 自己有一个心中有数 好然后啊 有空说看CSL 等一下我们看CSL好了哈 然后我们先讲这个最后一个内容 就是戴若顾比的讲座 我我就是放了一个软广 然后大家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顾比线怎么用 戴若顾比的讲座啊 差不多一条广告 就是在8月5号下周三的时候 下周三晚上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请到了戴若顾比先生啊 来给我们做一个线上的讲座 是我们的一个重磅讲座 呃去年10月底的时候 我们也请过他在呃这个Glan Waverley 给我们做线下的讲座 三个小时的时间 作物续写很多朋友都是站在后面听完的 所以说呃线上的讲座嘛 大家就是舒服服服服服服的在家里听 就可以听到 那戴若顾比先生呢会是呃英文发言 那我们也请了一个呃同声翻译 同声传译 他英文发言之后 那个同声传译会跟我 所以会给大家翻译成中文 这个同声传译就是Mike 啊然后我们这个呃主要的内容 中美对抗日益激烈 股市投资选A股还是美股 澳洲遭遇第二波疫情股市还会继续上涨吗 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会告诉大家 哪一个行业呃会更加的受到投资者的青睐银行 或者说矿业还是科技股 那然后最后最重要是呃顾比先生 他会推荐一个个人认为六最未来六个月最有潜力的产品的列表 啊这个二维码是在这里 大家用手机扫一下就可以扫到 也是用我们 大家这样扫到是通过GoToWebinar去进行报名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GoToWebinar嘛 已经很熟悉这个软件了 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扫一下码包个名 然后到时候讲座开始之前 给大家发邮件 好然后这个 这个广告打完了 广告打完了呢 介绍一下说顾比 代入顾比了吗 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顾比的复合移动平均线 这个之前其实我们有反反复复的啊 不管是线上讲座还是线下讲座 其实都跟大家呃有讲过很多次 就是如果说已经有会了的朋友 那你啊现在就可以下课了 那你就可以退掉走了啊 如果说还不会有朋友呢 我们就是再讲一下 然后这个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 它到底是怎么用的 因为我经常就是有朋友嘛 他会跟我说哎 Vanessa你可以给我一个那个顾比均线的模板吗 啊那个红的绿的 我要跟Jacky一样的好好看啊 啊觉得好看 那就是到底怎么用的 可能还不知道 只是想要把这个模板调成 跟大家一样的样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顾比均线的组成呢 它其实组成是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短期均线组和长期均线组 那短期均线组呢 就是三天五天八天十天 十二天十五天的这么一个移动平均线 那长期的呢 是时间更长的一个移动平均线 那顾比先生他认为呢 这个长期组的这么一个均线 它代表的是投资者的行为 代表的是市场的趋势性的运动 那换句话来说 就是这个蓝色所代表的长期组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看市场的趋势 那短期组呢 表示的是投资者的行为 它代表的是市场短期的情绪化的波动 那如果说呢 通常来说红线在蓝线上 那这是一个上涨趋势 红线在蓝线下是下跌的趋势 如果说红线蓝线越来越远呢 证明这个趋势是很强劲的 那如果红线蓝线距离越来越近 最后交叉了 那证明这个趋势扭转了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具体有什么用法 用法一 趋势识别 怎么去通过这个顾比的均线 来做这个趋势的识别呢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个短期组 红线代表的这个短期组 向上穿越了长期组之后 而且长期组发散 就这个蓝线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成一个发散的 发散的趋势的 然后并且稳定向上运行 那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上涨趋势 是一个典型的上涨趋势 所以说呢 如果说我们是投资者 我们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 这个趋势是不是发生改变了 是一个上涨的 不好意思啊 刚刚网断了一下 然后 然后 这个不要问我为什么完美避开了20日均线 这个因为这个是戴若顾比先生发明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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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指标啊 就是我们没有去探讨它背后最深刻的原因 不好意思 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这里好像显示我的这个音频有点断了 好的好的好能听到 好所以说呢 在我们这个我们确认了这是一个上涨的趋势以后啊 在这个区间里至少在这个区间里啊 我认为一个明智的投资者是呃 只做涨的 有人问这均线在哪里 均线在我们上班的时候找小助手 或者说找这个客户经理要一下 我们是做了这个这个均线的模板的 好继续说啊 在这个区间里至少在这个区间里 我们就判断它是上涨的趋势 然后我们就不要去逆着市场去呃 做空了 对不对 或者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 然后我们就去看涨它 那这是一个趋势的识别 第二个方式呢 是寻找最佳的入场点 这个呃 顾比均线还可以帮助我们寻找最佳的 呃入场点 那就说在我们判断好了这个上涨的趋势之后呢 如果说价格发生了小幅的回撤 那所对应的这个短期组 它就会掉头向下收缩 那但是它又没有穿过长期组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最佳的入场点 就是我这张图上 画的这画圈的几个位置啊 它是一个首先我们判断 它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这后面这一段 它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然后呢 然后但是呢 这个时候短期组有一点回缩 向下收缩的那么一个迹象 那这个时候呢 这就是我们通过顾比均线可以看到的 可以找到的那么一个最佳的入场点 好 这个这个指标通常来说胜率 或者说是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因为这个长期组 它发散长期组蓝线 它可以帮助我们确认趋势 而短期组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市场的 这个投机的行为 然后从而帮我们确定一个最佳的入场点 那这个有朋友问顾比线是直接显示 还是通过软件看到 是我们这个 通过我们做的一个模板啊 比如说这是MT5的模板 到时候大家找我们要一下那个模板啊 你就可以去直接加载上就好了 这是默认的嘛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模板 然后给它加载到上面 好 接着说啊 但是呢 这个技术指标 它并不是保证每次都百分之百准确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价格没有完全的有效的上涨 就像我这个画圈的这个地方一样 怎么办 这个时候好像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对不对 然后这个红线 向下收缩 然后我们通过顾比均线 我们说 首先是上涨趋势 其次是最佳入场点 我入场了 发现价格没有涨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 就是及时的去离场 因为如果说市场不像我们判断的这么 这么 这么这么这么 判断的这么上涨的话 那我们就止损离场 一般建议呢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 比如说在这个范围内 你入场了 那如果说在五根K线之内 它还没有达到你想要的上涨的一个趋势的话 你就可以离场了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一个固比复合线的那么一个用法 然后又又回到这个这个页面了 就是再再打一个广告 那我们还是跟大家说 之前我们问了这个 有朋友 有朋友说想要看 我们之前的这个财务指标的那么一个公司啊 不好意思太多朋友说了 大家再再打一下想看的公司啊 我们我们现在找一个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个 对不对 这个 看一下哪个公司算一个我们之前讲的模型 黑色的线是维加斯通道啊 是我们就是不是它不是属于固比均线的一部分 有朋友说是CSL 这么多想看CSL的 我个人对CSL我都没有什么兴趣啊 因为我不是我不是对这公司没有兴趣 是对他对他算这个指标没有兴趣 因为我觉得他财务 财务操纵的可能性很低 是不是啊 我们这是我做的这么一个Excel的表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去收集他的财务数据 财务啊 我们就看这个T就是2019年 2020年财宝没公布嘛 2018年啊 这个单位是百万 我就直接填了 首先看营收2019年 营收 8538 2018年7915.3 营业成本3761.3 3531.6 然后再看一下 销售管理费用 我们先看的是income statement 这里 1441.6 经营净利润 经营净利润 经营净利润是不是不是after tax 是经营的净利润 2504 2380 然后继续找啊 营收账款 营收账款 我们看 1726.3 1372.1 流动资产合计 5540.1 499 3.7 物业厂房设备 1.4 折旧 折旧 这个公司 是没有折旧吗 没有折旧 稍等 我觉得应该是他 没有放上 先写上吧 先把这个 这里有折旧 这里有折旧 1918.9 765 总资产 123 14.4 10774.5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看一下流动负债 21 88.2 19 14.7 黄7 242 然后再来一个 营业现金流 我们这个算出来是 负的 1.94 不进入人有 我刚刚还说 就啪啪打脸了 我刚刚还说 这个CSL 应该财务方面 没有什么问题 结果算出来是 看这个 这个指标 负的 1.94 那它是落在 这个负的 2.22 和 负的1.78 之间的 那在这期 这个中间 那就是说 这个公司 它有可能是 进行了一些 财务操纵的 这是我们刚刚 收集的 这个数据 现算出来的 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 哦 对哦 不好意思 这个朋友 说有道理 他说这个 这个 折旧是累计的 折旧是累计的 但是这个 61 它上面没有 给我们 这个 没有 他没有把这个折旧 给算出来 我们就 先就这么看着吧 如果说这个 这个折旧 我们 没有找到啊 如果说这个折旧 找到了之后 我们是应该可以 有不同的结果 不好意思 我现在 找一下 我不想去翻他们公司的 完整的财报 所以说我想是 直接在这样子 有的 上面找一下 第四行 第四行 没有啊 哪 哪 哪 你看 折旧 摊销 他这里没记得 但是不可能 不可能 CSL 他 他没有折旧的 他们公司一定是有很多设备的 但是我是在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 记了一个累计的折旧 累计折旧我们算一下好了 累计折旧 18年到19年 18年到19年等于 1765 减1582 是不是 等于 1918.9 减去1765.765 如果说我们先假设它 折旧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也差不多 Morning Star第三行 不好意思 我看一下第三行 哪哪哪 Morning Star第三行 果然啊 果然是 我太年轻了 没没看到 对果然是有的 算出来都不一样 2019年 39 8.4 323.2 好 我们找了 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它的折旧了 好 就是这么多 那算出来它的结果 也没有比复的 2.22 更小啊 然后这就是算的 这个CSL的那么一个数据 好 大家 最后还有三分钟 还有没有什么想看公司 我们迅速的 找一下 第八业务 第八个 啊 大家就是 就是不要太 那个 不要太 不要太 肯 有人 有朋友说肯定做假了 不要问我为啥知道 我想问问你 你为啥觉得 它肯定做假了 你是内部人士吗 你可以把这个 你的 你的知道的小道消息 放在问题里啊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 说CSL肯定做假了 不要问你为啥知道了 这个 Alan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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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的模板 可以要啊 可以要 找客户经理要 对对对 他们确实是不同的数据 可能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他们这个网站 他们去收集数据 他们的 比如说 踩 踩的那个数据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啊 可以找我呀 可以找我呀 我就是小助手 好 然后我们这个最后 回到我们的广告部分 因为时间也快结束了 大家可以 这个 对对对 你自己上IMFK 大家可以自己 找客户经理 或者说找我要一下 这个模板啊 会分享给大家 然后呢 我们最后就是 再给大家 把这个广告放在这里 因为真的是很想大家来听我们这个代入顾别的讲座 我们就是重磅的线上讲座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参与 然后 麦克又来给我们做翻译 最后呢 再放一个我们公司的广告吧 澳洲中文团队标准服务 大家早上听我们的广播哦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财经分析的邮件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每天也是有更新的 那像是周二周四 我们是有网课 就像大家现在听的这样子的 然后还有是我们VIP客户可以拿的股评报告 包括明天啊 对明天我们也是有一个微信直播的 大家感兴趣可以来问一下大家客户经理 或者说问一下我 问一下Vanessa 要一下我们直播的链接 也是晚上八点到九点 明天是这个Joy和Jackie啊 会跟大家讲黄金 刚刚有朋友不是问黄金吗 然后我们这里也快结束了 就不细讲了 今天黄金这个跌宕起伏 对不对 大家明天来听一听我们直播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到底是追涨还是做空 然后就是我们直播的内容 那然后就是我们的出的一些股评报告 然后是VIP客户大概每个月 或者说每半个月都可以来找我们所要的 然后那差不多 这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然后小助手几号 小助手几号都可以啊 我说一下小助手一号和二号都是我 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一号人快加满了 然后你们就随便跟哪个说话都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最后 大家不是有刚刚有问这个 顾比复合线的这个模板的吗 每次问的人也多 跟大家讲一下怎么用 大家去找自己的这个 呃 客户经理或者说找我 呃要一个这个顾比均线的模板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会发给大家 大家发了呃发给大家之后大家把它下载到电脑上 呃然后你打开MT5 打开MT5 假设 呃假设我是没有那个模板的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下载好了那个模板 我只需要在图表这里 模板 载入模板 然后 把这个MT5模板加载进来 就可以了 啊这个就是顾比均线的这个模板 大家来找我们要 大家主动一点就是说 多问问我们 然后差不多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然后谢谢大家参与 然后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明天就是欢迎给我们留言 然后我们的这个中文直线也是上班时间随时为大家拍放的 然后大家通过任何渠道 不管是微信邮件还是这个电话直线 有急事直接打电话 有急事不要不要说啊微信没有回 因为呃不管是小助手还是那个客户经理 可能你微信上他信息太多 他有时候真的是会有这种漏掉的情况 但是大家如果是看到了一定就会马上回 但是有时候确实会漏掉 有急事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038658 0603 然后就是呃就是你表集的时候最快的那么一个方式 然后就谢谢大家的参与 大家晚安 好的拜拜拜拜